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在同一时段锁定明星魔幻秀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Alan 每一期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明星感觉 那这一期的节目呢 Alan请到的这位嘉宾呢 他因为第一期中国好声音被大众所熟知 后又因为直通春晚的让他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 他的歌声呢充满了细致的磨砂质感 同时呢也非常具有特色 最近呢他也是发行了自己的全新EP 让我们欢迎暖心歌者金驰做客明星魔幻秀 哈喽 哈喽 Alan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驰 Alan作为一个中国好声音的粉丝 在第一节当中 很多的歌者当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金驰 今天能够采访金驰很开心 但是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惑哈 呃 为什么当时会参加这个节目 呃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呃 中国好声音会找到我 后来呃 通过导演组了解到他们其实是在网络上听过我很多翻唱的歌曲 然后呢通过网络的渠道呃 找到我然后通了很多次电话想邀请我参加这个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 但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哦 嗯 但是呃 导演组就是三番五次几经波折还亲自到深圳去跟我面对面的聊一些关于音乐上的一些共通点啊 或者是呃 说服我去到这个舞台 最终其实是被这个节目的模式 比如说我们在好声音出现之前我们一直都是传统的比赛模式 嗯 但是好声音的他的模式打破了以往的传统比赛 所以他的模式有吸引到我 另外一个就是我先生在旁边一直在说服我说 可能这个就当做是给我歌唱道路上一个呃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吧 说不定它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所以呃各种原因之下我就好就说服自己去尝试一下 所以等于是这个盲选的方式哈嗯吸引了你 对对 可能对于其他之前的一些也参加过一些选秀的比赛哈 呃我实际上是小时候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有参加一些学校啊或者市里啊就是大大小小的比赛 但那都是我们传统常见的那种比赛模式 对对 一直到2002年左右啊最后一次参加比赛是上海亚洲音乐节啊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赛事就是那一年的比赛我发现我这个人非常不适合参加比赛嗯 因为每次比赛就是发挥的非常失常就是那个心理因素不太好然后经常会比平时的那个水准差很多嗯 所以我就发誓我就02年就发誓再也不参加比赛 所以一直到2012年整整中间10年就拒绝参加任何的比赛哦对也是2002年到2012年这10年的选秀啊歌唱比赛是最多最多的时候一个时候但是我就抗拒其实在呃我的好姐妹唐巍巍 嗯他参加那一年的超女的时候他就有就拉想拉我一起去嗯他说啊有一个比赛好像不错要不要一起去然后我就说我我说你去吧我我最讨厌比赛我就拒绝了那一次跟他一起去然后这中间就是一直在酒吧住上就一直在抵触这个比赛的事情哦那好声音是因为他的盲选环节是老师是背过身对看不见你的人所以给我一个安全感可能是这样当时我我 我在考虑要不要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我是呃用这个来说服自己反正他们看不见我嗯因为我对自己的外形也好是对自己就因为人传统比赛是先看到你的人再听到你唱歌所以人的主观意识占很大的因素对所以我就发觉这个比赛好像挺有意思的呃再加上平时在网络上也看到美国英国的 The Voice的比赛我觉得还不错吧但是也不知道这个中国好声音会做成什么样子因为他们当初也没有做任何的宣传对谁都不知道对然后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反正就唱一首歌嘛嗯就这样去了好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送给大家那一首很多人非常喜欢的矜持的版本耶耶耶耶耶我们马上回来 想问天你在哪里 我想问问我自己 一开始我聪明 好随ère 跟 Olympic discrete 结束我聪明 我聪明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 一来烧ive 跟 중요 f line我要转着点 我想问天问大地 或者是军 façon阴声闻闻纯素命 和弱鱼 放棄所有 拋下所有 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 你也不必牵强在说爱我 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 慢慢地拼凑 慢慢地拼凑 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你也不必牵强在说爱我 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 慢慢地拼凑 慢慢地拼凑 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我不愿再放纵 也不愿每天每月每秒漂流 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久 我的梦 我的梦 好的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 当时站在舞台上的矜持是什么感觉 其实跟以往就是从小比赛到大的那种参加比赛的感受差别很大 可能就自己长大了 然后成熟了 对比赛这件事情看得很淡 因为小时候为什么会失场 就是因为得失心太重 对 就是那时候年轻 然后又觉得自己唱得还不错 然后身边的很多老师也好 还是当初的唱片公司的老板也好 都特别气重 就觉得自己报复心很大 越是有得失心越是发挥失常 但是我在参加好声音的时候 我的心态特别平和 我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比赛 而且那天前一天晚上也睡得特别好 然后就醒来 我就跟我的家人说 今天应该没什么问题 应该会有导师为我转身 所以那个心态是很平常的心 对 就是去舞台上唱一首歌嘛 那我这十年来每天都在唱歌 对我来说也不是多大的一件事 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上去的 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是四位导师为我转身 我当时跟我爸妈或者跟我家人就说 今天一定会有人为我转身 因为我对自己的状态感觉还蛮有把握的 当时没有想是哪位导师 没有想过 但是四个导师转身以后 我确实有惊喜到 我知道四位导师的名单的时候 我对自己的期许是 只要哈林转身我一定要选他 为什么 可能 很喜欢 对因为他的音乐性比较全面嘛 对 对他的对音乐的把控都很准确 然后我分析了自己这么多年酒吧铸唱的经验 我也觉得我很多曲风都可以尝试 那我觉得跟哈林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对甚至是他可以提点到我很多的东西 对自己的期许就是只要他转身我一定要选他 那当时在盲选的时候那首夜夜夜夜夜 很多人会想是不是你当时的一个心理写照 或者是之前一段时间生活工作的一个写照 算是 算是这首歌有唱出我生活中的一些 有一部分就是我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 为什么找不到出口那种感觉 有一个吻合的心境 因为好声音找到我的时候 刚好是我正在抉择 我要不要继续唱下去 那时候的状态 是否再继续唱歌 对对 因为我觉得我在酒吧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那我也那时候已经结婚 就是遇到我老公了 然后我也想过一下 就是正常的朝九晚五的生活 是不是适合我的 再加上已经三十出头的女人 在酒吧里面唱歌 是不是一件很适当的事情 我都在考量很多 就除了热爱她以外 也想要说 在别人眼里看起来 是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毕竟坚持了一件事情 很久以后 开始会产生怀疑 我是不是适合做这件事情 因为一直都没有一个好的舞台 来给你 对正在考虑说要放弃的时候 然后她就来了 所以我觉得刚好就导演总说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唱的一首歌 平时又不是你经常在酒吧里唱的 那又能够符合你现在心境的 然后她这么几个问号一打出来 我就想到这首歌了 对 所以也是自己内心的一个 对对当时的写照 当时的一个写照 但是因为这首歌的确当天晚上播出的时候 造成的反响很大 唱哭了很多人 就是确实因为我们当时录播 它是录播嘛 所以我们当时没有想过 这个节目会红成这样 对 因为那时候 甚至我身边的很多歌手朋友 根本不知道这个节目是什么节目 就没听说过 然后呢 我们也就抱着对音乐最本真的态度 就去到那个舞台了 就不像后来第二季第三季 知道它红成这样 然后大家心里有各种想法 对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最纯粹的 就是喜欢唱歌 就是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呈现给你 对就那么简单 那一晚上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夏天刚入夏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大家晚上都在等 因为京时出来的时候不是第一期 第四期 第四期了 其实已经有前三期的铺垫 前三期已经很火 对我记得那会好像说收视率的时候 是在你那期是最高的 一个顶峰 然后当时我们都在期待说盲选还会有哪些人出来 有的时候我觉得歌不一定 除了给人那种拉近那种律动感 和快歌那些歌手以外 可能大家都愿意听一些有共鸣的歌曲 然后当天晚上你站在舞台上唱这首歌的时候 哇 我们一屋子的人 当时我们一起看的这个 一屋子的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在流泪 也可能是节目的形态抓得比较好 对对对对 紧接着到导师转完身之后再问你 尤其哈林狗又比较喜欢问 是出声的 就介绍一下什么 我们听到一些可能一点点故事 在想刚才他唱这首歌 就觉得这个好声音的舞台 对于他来讲真的是来得太好了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为大家带来一首矜持演唱的 我就在你面前 时间自古自往前走 地球围绕太阳转动 人海漫漫谁会看见我 舍不得枯萎的话朵 来不及到别的你我 如果可能我不会放手 这一秒钟 我存在着 不要回头 那不是真的 我不是谁 别将我分门变累 我不像谁 远离所有似是而非 我不为谁 去跟自己作对 寂寞依旧 拳而欲动 伤口仍然等待愈合 我接受着 美丽的残忍 还会流眼泪的快乐 还可以自由的爱恨 消失之前我敢面对 这一秒钟 我存在着 不要回头 那不是真的 我不是谁 别将我分门变累 我不像谁 眼泪似人似是而非 我不为谁 去跟自己作对 狂喜 狂悲 谁错 谁对 原谅 今天 我会为我自私一点 我要为我多爱一点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资讯 这里有最劲爆的热点新闻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故事 这里是三百六十天 陪伴你的明星访谈节目 明星魔幻秀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 那之后 金池选择了哈林做导师 也是因为哈林哥 他的音乐 还有他的风格 他的音乐素养 我觉得 我可以从他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长久以来 我的工作环境 是在酒吧住场 那他其实是非常 是热闹中 很孤独的一种状态 因为他的工作环境 是很吵杂的 但是实际上 没有几个人 在听你唱歌 虽然是人来人往 很多人 但你会觉得自己 在那个舞台上 是很孤独的一个人 然后也是不是有 真的有人听懂 你唱的东西 你会产生怀疑 甚至是我也没有 真正的听到 有一些专业人士 给我正确的引导 很多东西都是自己 在这么多年的经验中 累积出来的 那他是不是正确的 或者说是不是 有更多新的东西 引导我去一个 更明确的方向 我需要这样的一个导师 所以我认为哈林导师 是最适合我 当时的那个心境跟状态 对 所以我就选择他 但实际上哈林导师 也教了我很多东西 包括后来我们 就是巅峰对决的时候 那个我跟魏宇诺 唱的《对你爱不玩》 那首歌的改编 就真的是完完全全 就是因为哈林导师 给了这首歌新的东西 才激发了我 很多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等于他在音乐的风格上 演唱技巧上 还有多元化上 给了你很多的帮助 对对对 他就激发到我有一些 可能我并不知道的东西 可能我有这些能力 但是我并没有被人挖出来 对 当时我还蛮好奇的 因为节目上 不会去问选手 说为什么你会选哈林导师 就选完我们就到后台了 然后我当时还想 我说哎呀 他应该会选纳英导师 大家都认为 我比较适合纳英导师 我在想应该会选 今天一听原来是这样 那后来在那一段时间 跟哈林导师 这个接触的时候 包括他给你一些建议 说对你后来的唱歌 包括发专辑 有没有影响 非常有帮助 甚至是实际上 他就引导着你走 比较正确 就少走一些弯路了 哈林导师包括后来 我好像一结束之后 不是有参加那个直通春晚 直通春晚 对我每一期的比赛曲目 我都跟他商量的 对因为他也很忙 然后我们已经 就是参加直通春晚 我们其实已经 我们三个好声音 其实已经在到处飞来飞去 就到处 对巡演 然后通告 排得很满 根本没有时间去真正的静下心来去 背这个歌 对背歌 然后每一期比赛结束之后 我就先想好 下一期我可能会选择什么样的曲目 然后我把这曲目给到哈林哥 然后哈林哥就会在我曲目里面筛选 你适合什么什么 然后你适合怎么样去演唱这些歌 他都在后面帮我 等于说直通春晚是幕后的一个帮手 甚至我选定好曲目 然后跟直通春晚的乐队老师 他们排练 排练录的那些现场的小样 我都会给哈林哥听 然后他会给我意见 你到时哪些需要修改什么的 哇那这位导师真的很好 对啊 所以我特别 我觉得怎么说 哈林老师是我音乐道路上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贵人 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后来采访了好几个 他队员当中的成员 然后都很感激他 说他还帮我们写歌 帮我们拍MV 甚至连做造型这件事情 还都会过 对他很全面 那跟队员的相处也很开心吗 没错 因为哈林哥是一个很活泛 很幽默的导师 那私底下也是尽可能的活跃我们之间的气氛 然后实际上我们发现哈林哥这组的学员 包括第二季第三季 我觉得选他的学员都是最纯真的 就是对音乐是怀着最本真的那种热爱 才会选到他觉得会给到很多养分 我觉得我们这尤其是我们第一季哈林组这一组的人 都是特别单纯的人 是 对特别单纯的热爱音乐 都是这种人走到一起的 对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说好声音的舞台 可以说帮你完成了一个达到音乐很高的一个境界的台阶 那现在再去想的话这个经历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我觉得他这个舞台特别有魔力 就是他让我人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然后收获到很多人的支持跟关爱 我以前觉得唱歌或者说我爱唱歌 这件事情好像就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但是从这个舞台走出来之后 你发现他因为你热爱唱歌这件事情 你让很多人走到一起了 对 很多不认识的人因为你的歌走到了一起 我的粉丝会从零零散散的几个人走到全国各地都有 我觉得这是很有魔力的一件事 是 是因为好声音发生的这样的事情 对如果现在再去想 当时如果不参加的话 还有一些后悔了 也要感谢自己的先生 对很多时候就是老天安排的事情 是对 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Alan要为大家送上的是矜持的那首 对的人错的时候 那相信各位朋友呢 关于矜持的音乐故事呢 已经非常的熟悉 曾经呢他拥有着好的实力 未遇见好的机遇 但是一场改变他音乐生命的歌唱比赛 终于是能够让我们把这个 能把情感故事 唱到最好的情感歌者的作品 带给了我们 那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 Alan将为大家介绍 矜持全新EP当中的两首 非常好听的歌曲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关注我们明星魔幻秀的 新浪官方微博与微信的公众账号 来了解节目的最新动态 更有明星的签名专辑送出 那下一期的明星魔幻秀 魔幻音乐秀 记得大家一定要守候我们的节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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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强秀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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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宁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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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龙脚缠络 别再颠簸 绕过耳朵 电脱 陪我漂泊 自由快活 我们不是落落 能不能这样 用大阶 我已经键了 来我们一起装有